下面 最后会碰到的瓶颈 大概都 结果都是碰在哪里 碰到Disk IO 所以我说Disk里面要 Disk的那个bandwidth 变得很重要 所以作业系统里面 像UNIX说 它叫UNIX用Windows 要改写那个 Io的那块部分 而不是网络的Io 而是这个本身Disk 那个过去常常变成瓶颈 但现在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所以瓶颈会跳的 随着这个技术的变 那瓶颈 你解决了一个瓶颈 瓶颈可能bottleneck会跳 会这个 会移动的 要看的这个环境是怎么样 train the scaling 那这个是做 当然也可以做filtering的 然后这个 这几个protocol 我想 就比较没有办法来详细的谈它了 RSVP RTP 还有RTCP 这些是现在比较常看到的 但是 这几个有没有真的在用呢 像Skype的话呢 还要用它自己的proprietary的protocol 这些是internet上面的标准 可是你看到的很多服务 它是不用这些的 最常用的服务 反而它用它自己的proprietary 它自己的protocol 然后 它都可以 用reverse engineering 都可以把它给 都可以知道它怎么做 所以 然后 都可以推出来 你观 观察它的package 观察它的这个 就可以 就跟hacking一样 就hacking和hacking系统 protocol里面也一样 都可以把它reverse回来 ipv6 这个 ok 就tiger的这个 这是一个 也是实验室里面的一个 一个这个 video系统 它是把 tiger就是把 把一堆 一堆server video server在后面 然后一堆client在外面 要使用它了 它是个vod的系统 然后提供quality of service 然后能够 下面 就分散式系统的好处 它通通有了 就是在 那当然 这是多媒体的 还有提供video server video on demand 然后又能够scale 又能够变 又能容错 那这个 用比较便宜的硬体来做 所以它是做这种 就要看一看 什么样子 那它的storage呢 我们很快的看一下 storage stripping mirroring 没什么特别 就是把RAID的那些东西 把它搬过来 storage要考虑这个 但是不考虑这个 就不动了 这一定要 就一定要重做 自己把它比较 看到video 看怎么样做 做这个 怎么样做储存 把你的video 怎么样储存在那么多的 硬碟上面 然后 分散式的scheduling 然后tarent failure 一个computer 一个computer 或一个disk坏掉 ok 那其实 现在的所谓端运算 一定要 一定要做到这一点 所以它整个 整个系统等于 都是都改写的 尤其在fire的处理的部分 然后有power, stop, start VOD里面 它提供你暂停 然后start 这个功能 这个有提供 没有提供 差很多 因为你不提供 它就一直播 一直播 就当做电视用 但是你提供了 你在client端 提供它暂停 提供它这个 你提供它以后 代表你要提供什么 要提供storage 那你提供它那个 VCR的功能 以后 这个 那就要提供儲存 那这个 那这个是hardware的configuration 那下面有一些是 低频宽的network 然后到上面 有ATM switching的network 有比较高频宽的是switch 那下面有做这个备份的stripping 所以它的这个 这个儲存的Hawel是有 有做一些考量 我们不做它的分析了 那schedule的话也是 schedule的话呢 看像它 viewer viewer级的状态 它这个有 这有一 每个地上有这个 这是一个schedule block service time t 然后有 每一个stop摆的内容是不太一样 那这个东西其实在 如果你去看看 那个 行动这些技术 行动技术里面的 link layer里面 大家都可以看到 类似的东西 就是像我们语音 你用 你现在你用 iPhone 或你用这个 你用3G的 你看 你用3G的话 那3G里面 它怎么样的 同时让你的语音 跟你的data 同时 同时传递呢 大概都 事实上就是从最早的 那个什么 GP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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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确定了 GPIS 确定就是 我很多slot 有的slot 可以传语音 然后再次传data 就去看 语音重要 还是data重要 简单来讲 是这个样子 但是里面有time 有一些multiplexing的方法 我们不去谈它 但基本上就是 就分成很多slot 然后有不多slot 我还要 有对应到特定的目的 好 那这个 它有它的schedule 我就不去看它 Performance 94、97 它一直有在进步 好 那这一章我想 我们就介绍到这一边 就是多媒体的 这个当然这是个简介 这个概念性的简介 我想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们再来 谈这个 distribute share memory